美国夏威夷毛衣岛遭遇史无前例的野火浩劫 同处北美的加拿大更是从6月起就饱受森林野火肆虐 澳大利亚伸出援手 派遣数百名消防员协助灭火 联合国更证实 2023年成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这一切都让即将进入火灾高发季的澳大利亚上井的发条 气象专家指出过去两年湿润的拉尼纳气候 导致植物蓬勃生长 而今日的繁盛草木到了明日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火灾燃料 澳大利亚消防与应急服务理事会 发布的最新季节性山火展望报告显示 从昆士兰的凯恩斯起一直到新州悉尼为止 都属于火灾高风险地区 至于2019至2020年 夏季黑色森林大火的重灾区 今年则处于正常风险范围内 北领地的风险范围有所缩减 维州的基布斯兰和南澳的部分地区具有高风险 区于西澳 塔州 首都领地 目前火灾风险人数正常 消防部门预测 2019年导致33人丧命的夏季黑色森林大火 今年不会重演 但考虑到从春季开始气温就高于往年 因此仍提醒民众小心防火 此外 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表示 皇家委员会在灾后 向联邦政府提出的数项改革建议中 有12项已经落实 其中包括从今年起 在山火高发地区 配备更多的大型空中灭火飞机 才能对大火做出迅速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